上禮拜六凌晨在高屏地區 所出現的這個強烈怪風 是什麼東西啊 現象局跟國內學者整理的資料 發現呢 可能是所謂的多胞胎龍捲風 這麼罕見的景象 竟然也在台灣出現了 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恐怖暴雨不斷 六號凌晨高屏地區 遭到龍捲風襲擊 還有七十歲老翁連人帶屋 被吹了一百五十公尺 有學者根據破壞威力 判斷這就是多胞胎龍捲風惹的火 不管是一個龍捲風或多胞龍捲風 我們都認為在極不穩定 而且比較暖濕的環境之下會發生 尤其在我們的春天到夏天 從氣象雷達圖可以看到 激烈氣流的暖色地帶 形成了一個回購的形狀 在這個區塊因為氣候不穩定 還有激烈的氣流環境 構成龍捲風的形成要件 而所謂的多胞胎龍捲風 就是在激烈的大氣流當中 分裂形成許多小氣流 比起逆時針旋轉 跟台灣常見的颱風相比 雖然水平面積比較小 但破壞威力更強 這次龍捲風分級是在F2 相對於颱風的強度而言 是在中度颱風的強度 這樣的罕見情況 其實在美國西部很普遍 在台灣每年大約4.2個龍捲風 氣象局也提醒 近年激烈氣流越頻繁 類似這樣的怪異天象 將越可能會出現 中間新聞林農民胡佳珍 台幣次郎報導